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就是专门坐船来看 去海道 海报岛 去看海报的 去看自有的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离开普顿的市去开车就半个小时 开车到这里之后有很多家船的店可以到处问一下价钱 有90兰特的 有110兰特的 还有私人的快船是400兰特一个人 坐大船的话就会便宜一些 行程大概是一共是40分钟 开到岛上10分钟 开船的时间到处都不一样 可以随时过来就是买票 我不不去 现在说话 动了动了 要走了 这个船里面有一支海报 哦 这是会吃的 他刚才想跳上 在这一支海报的地方 是一个大船 快去去走 就可以了 这个船里面 是一个在楼里面 是一个小鞋 在那里面 是一个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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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好多哦 这有好多哦 这有压力变入海帮 浪越来越大了 炸好炸好 天呐 哇像海盗船一样 要还这个岛一圈 好像远处已经到了 那里有海报啊 哇 What is she?! I just jumped in! 不 playable 六 could be either M'arack's Little Rul Brad urya'sぁ亲爱��sterdam 和带 labor力 这里是海报岛 看到我背后就是海报岛 其实上班真的 我的头发已经很快 有些海报还从水里面越上海 马上走 这叫水里面越来越看 是水里面越来越高 现在就是海报岁 我们再家中間 希望我能够到很多时候 那边就网岁 就是在海报岁 博岁 是真正的 这不算是有个不算 非常想念 是那些 在海豹岛旁边这一条沿海的公路叫 很漂亮的一条沿海的可以沿着海按线开 我现在就是到了这个Chopman's Peak Chopman's Peak原来是一个小山峰 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小包包 是可以上去的有一条小 那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好 看一下有海岸线 好这边就是大海了 有鲸鱼的时候可能可以看到鲸鱼吧 这地方风景很好 这一条路也是从这个海豹岛可以一直开到 那个起了看起了的起了海滩 然后再接着去那个好玩家 顺路的 这边就是 Krai了 小海忠鱼 天后期视频 后期视频很明显 鲸鱼 葱柠檬 佐诺 镇磷 镇鱼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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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阿根廷是离南极最近的 这也是唯一的可以去南极的路 现在我是在企鹅沙滩 这里能看到非洲的企鹅 不用到南极能看到企鹅 但是刚刚进来 这一片海也是非常漂亮的 刚才进来已经看到了几只小企鹅 带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已经有几只小企鹅了 好小 这里的企鹅最少发现了两对 后来经过这里的人保护饲养 现在一直有三千多只的企鹅了 我们一起去找找什么海滩吗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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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